3 2 1 请接牌 牛球箱卫生所附设护理之家 今天上午由卫生福利部 厂务次长薛瑞源 屏东县长潘孟安 牛球箱长陈国在等贵宾 共同接牌 象征护理之家正式运作 未来将提供牛球箱民 有护理需求及失能长辈 24小时多元化的医疗服务 牛球箱民表示 以后不用再跨海 寻求医疗照护 虽然交通更方便 不用再跨海 医疗也越来越发展 希望大家好好使用 这些医疗 这些服务都很方便 我们特爱人 如果他们家的 是大人在的 但是他们不想贪婦 但是如果他们老公 如果刚刚离外国一天 他们太太要背老公 所以是大人放在家 没人照顾 现在有生意这间 让你资家 可以方便 让大人资家 让你资家 帮我们照顾 牛球箱因交通不便 缺乏医疗照护机构 造成失能长辈及身心障碍者 不得已需要送到本岛 接受照护 无法在地安老 家属罗要探视陪伴 也相当不便 今天护理之家成立 有专业医疗团队进驻 不但打造多元完善的医疗环境 也让牛球箱民有更好的健康医护设备 要特别谢谢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长 无偿拨用这个土地 给平东县政府 刚刚巡视的一般的所有的设施设备 也都非常的新颖 我们也感谢这个 承接的委外的单位团队 这个福音科大医院以外 包括大爱的这个护理之家 我们也希望为离岛建构一个让在地 居民在地安老一个最好的一个场域 牛球箱卫生所附设护理之家 提供50床照护空间 如有长期照护需求的民众 可前往询问 县福表示 目前除了同时培持照护人才 鼓励及福岛乡亲在地就业 及推广长照2.0相关服务外 也将筹划全人关怀园区 希望建构更便利 安全及多元的照顾空间 期盼让离岛乡民 有更升级的福利措施 评中新闻 石心亭张志豪采访报道